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我们智能手机的充电器 这种智能充电头 它一般的大部分都是2A的 像这种充电头 在我们生活当中 它的用处是挺多的 也比较广泛 除了能给手机充电以外 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 大家有可能不知道 它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 可以给我们这些 手机充电板等等 这一切的数码产品 可以给它强制激活电池 因为这些数码产品 长时间不使用以后 然后电量它就亏了 亏了严重以后 然后电池休眠 它就不能正常使用了 所以我们就需要用 这种两A的手机充电头 给它激活 这种方法可以激活所有的 就是4.2V的锂电池 这台手机就是放置时间太长了 然后电量亏得厉害了 现在开不了机 也充不着电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 给它激活一下 首先我们找一条手机的充电线 然后给它剪断 剪断以后 这里面有我们用这两条 一个黑色和红色 用这两条 黑色是负级 红色是正级 然后在这边 接一对鳄鱼夹 我们把我们把这头插在这个充电头上面 这边插在电源上面 然后这边我们加在这个电池座上面 因为这个电池座这儿是金属片 怕它连电 我们可以粘个 粘个纸片 然后我们用这个鳄鱼夹 加在电池的正负级上面 这个电池上面有正级和负级 然后这个不要弄错了 我们这样强制充电 给它充多半个小时 好了时间大了 我们把这个夹子取下来 把这电池扣在上面试一下 现在看看能不能开机了 应该没问题了 好了 现在手机已经开机了 然后这个方法特别简单 我们这些智能手机充电头 它的功能还是挺多的 好了 视频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